我有个好朋友的女儿 最近为了找工作做伤头脑筋 她觉得最难的就是写履历 我这个小侄女 才在大学毕业 都没有什么工作的经验 根本就不知道 怎样才可以将自己的履历 写得好些 刚好我看了一份报导 访问的是一个企业管理的专家 问她有没有一些建议 可以给刚刚离开学校 出来找工作做的年轻人 这位专家就提到 年轻人出来求职的时候 要表现的应该是真实 和有透明度的一面 千万不要用一些华丽的字眼 来夸大自己的技能 建议他们在写履历的时候 尽量要拿走熟练 经验丰富这些字眼 因为任何一家有规模的公司 他们的经理 有兴趣知道的 是求职者的可信度有多高 他们早就已经体验了那些浮夸的历历 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 会有这么多精彩的专业经验 所以年轻人 如果你们真的知道这份工作是适合自己的 不如就写一封诚实的求职信来说出原因 很多经理反而会对求职者的坦白和自我了解 刮目相看 专家最后还说 所谓经一试掌一致 年轻人只要努力 踏实 愿意学习 一定就会成功在望的了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于爱恋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发电邮到 是52mtalkatgmail.com 愿神赐福给你 请不吝点赞福给你